韦田公布最适合纳美吃的恶魔果实 只要吃了它 纳美的战斗力就能超越所有 刚加入草帽团的时候 纳美被评价为草帽团最弱的三个人之一 另外两个分别是狙击手乌索普 以及宠物传医乔巴 不过乌索普拥有霸王色运气 每当草帽团陷入绝境之时 乌索普都能挺身而出 靠着莫名其妙的方式拯救所有伙伴 乔巴吃了人人果实老百姓形态 靠着蓝波球掌握六种变身用于战斗 还拥有比恶魔果实觉醒更加稀有的果实暴走 对战斗力的提升非常大 虽然乔巴只有1000倍力的赏金 却拥有对抗赏金超10亿海贼的实力 纳美很清楚自己的战斗力非常弱 为了帮助陆飞当海贼王 他必须变得更强 于是纳美找到了好闺蜜乌索普 让对方帮自己做一件武器战斗 乌索普给纳美做出了天后棒 本来是用于活跃宴会气氛的道具 却被纳美开发出操控风雨雷电的能力 第一次使用就打败了那双手指 后来天后棒经过几次加强 也拥有了能自由伸长缩短的能力 进入蛋糕岛街山智的时候 纳美将天后棒与雷云宙斯结合 能释放超强的雷电攻击 即便是四皇大妈也被一击打倒在地 来到和之国后 大妈对宙斯彻底失望 创造了新的霍米兹赫拉将其替代 就在赫拉吃掉宙斯的前一秒 宙斯的灵魂进入天后棒之中 也让天后棒得到了史诗级的加强 可以按照宙斯的意愿变成任何形状攻击 即便纳美没能命中目标 宙斯也会控制雷电 直到命中敌人才会停止 赏金四亿贝利的飞六包乌尔提 就倒在了全新的天后棒之下 韦田在FBS中回答读者问题时 透露出纳美很有可能变成最强的人 当有粉丝询问索隆等人如果是能力者 会吃下什么果实的时候 韦田的回答是 索隆会吃下鱼与果实青龙形态 也就是凯多的恶魔果实 乌索普会吃下口袋果实 身上有无限多个口袋 用来装一些骗人的东西 弗兰奇会吃下武器果实 按照自己的意愿变出任何武器 好像有点多余了 西流吃了透明果实后 杉智只能吃下游泳果实 可以穿过墙壁去某个地方看看 纳美会吃下响雷果实 变成无所不能的雷电人 这样纳美就会成为最强的角色 索隆和杉智都不会是她的对手 不过在对战路飞的时候 纳美的能力就会无效 不过纳美已经得到宙斯 自由操控雷电不是问题 再也不是草帽团的散入了